你 讨厌的姐姐 难道我的法力没有完全回复 该不会除了变回原生 什么都做不到吧 果然是小心眼阁主的作风 认真点 集中注意力 再试一次 龙王 你怎么来这儿了 你为何在这儿 我被那罗峰阁主抓来当他的病人 这倒是方便了 快去给我找夏侯 你谁也先别找 你赶快去告诉刘云姐姐 让她好好保护好夏侯雪 保护她长命百岁 万一夏侯雪要是死 刘云姐姐也会一起跟着没命的 阁主 夏侯雪意外身亡 原神已经到了罗峰阁 誓言载入蒙氏塔 七日之内 刘云会应试身亡 启禀阁主 你这龙腰闯入罗峰阁界界 打伤了我们的人 说要带走民教夏侯雪的原神 我们趁自的糖尿 我们来的脑子 能够遢阅 我得不够遢队 我们来的敦 看那个 把夏侯雪的元神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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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擅闯罗峰阁 你可知是重罪 九天之上 谁能拉我 龙王大人 千年龙王 你不去修雷劫 飞升真笼 来我罗峰阁要夏侯雪的元神做什么 把夏侯雪的元神交出 否则 他凭你罗峰阁 夏侯雪元神你可以带走 阁主 不过我也要依天条律法办事 说 你必须取夏侯雪为妻 并守护他三次渡劫 才有资格带走他 我断不可能守护夏侯雪三劫 更不想娶他为妻 天上人间 别无他法 渡龙天节 千年龙王三思 夏侯雪和流盈 虽未同生 必将同死 对吗 从何而止 我得 没错 那我直接将此月 从蒙氏塔中取出来 蒙氏塔乃尚古米蛙所中 莫要说你无理 就是天地也不能更改 那我就自己动手找 他的元神已怕为蚂蚁藏起 无论是谁 纵使有千手千眼 也无法找到他 所以 我只能答应你 龙王 你若执意放弃渡龙天节 将要再有千年 守护夏侯雪 渡过三节 我答应你 你若执意放弃渡龙天节 会不会出事了 不会的不会的 他是龙王 我绝对不会有事 我绝对不会有事 小姐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一定会 他们说你是龙王 你可以救我回去的对吗 而且我还会娶你 你我都没得选 走吧 龙王 龙王 你真的要再等千年飞升真楼 我不明白你为何做此选择 不需要你明白 阁主 真让他把夏侯雪带走吗 君子一诺 有何疑问 可是呢 天王的裂缝怎么办 天王的裂缝怎么办 你没有